Mini Cooper 買二手Mini Cooper需要注意什麼? 注意錢要準備得夠啊 買一台Mini回來 是為了要再 花一台Mini的錢 來處理它 S-Code 1.5可不可以多講一點 S-Code 1.5齁 我比較推崇的幾個地方是 第一個,價格的部分 定價比起Focus相對便宜 也比Fiesta 1.0頂級便宜 第一個,它的空間大 配備足 所謂配備足,我覺得現在的車啊 它給你很多的配備啊 可是我覺得S-Code齁,它給的配備是剛剛好 就是多的你不要給我 你給我六個氣囊 ABS,循跡,防滑,天窗 影音,後座出風口 恆溫空調 我覺得這就是一台很棒的車啦 主要是它後座的空間真的大 比Focus還大 再來一個我不太喜歡 Fiesta的三缸引擎 或者是Focus齁 我不喜歡三缸引擎 而且我不喜歡渦輪 因為我覺得多一個渦輪 好像多了一個以後會有疑慮 會壞掉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我本來就很崇尚自然經濟的車子 我覺得它整個加速比較有線性 那再來下一個就是說 大家比較擔心的這個變速箱 2017 2018 那時候新款的Focus還沒有出來 其他的都是用這個雙離合器嘛 那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災情嘛 那事實上 不然Fiesta或Focus我還是多多少少也修過他們的變速箱 可是我覺得至少齁 你從一台新車開Focus或Fiesta的雙離合器 你開到20萬公里之間 我覺得你一定會處理一次變速箱 我的經驗感覺是這樣 當然也有人沒有修過啦 我覺得齁 各方面來講 我覺得它1.5的這個不管它底盤啊 還有它變速箱搭配它的引擎 操控開起來真的還蠻夠用 然後需要空間又有 該有的都有啊 主要是齁 你這個價錢 如果二手車2017年2018年再買40幾萬 那你40幾萬喔 買不到Focus啦 中古的齁 你3.5代都不太買得到 可能要買這個價錢 可能還要買到這個3代的Focus 那如果Fiesta的話 40幾萬 你大概也是買到1617的1.0T這樣 可是Fiesta空間真的很悲劇 那個Kent問說 一台車過手3次或2次 對車價有很大的差異 Kent其實這個問題要看車的車價 車如果是越高級房車 人家越不希望過越多手 可是現在很盛行這個租賃車 那租賃車其實隨隨便便齁 一進一出過個兩三手都很合理 他們有時候要做帳嘛 滿三年從公司又過回個人 然後個人又不知道賣到哪裡去 又過一手 所以很容易在短時間內過兩三手 所以說要看這個車價 那現在我覺得 大家奴性不要那麼重 台灣的這個二手車消費市場 都被這些車商訓練的 誤把一些不正確的事情 誤以為是正確的 我今天遇到一個這個 一個老伯伯 他從這個雲林喔 特地坐高鐵上來台北 找朋友以後跟朋友借摩托車說 欸我要去一個叫小四那邊看他們一下 好我就來啊 然後跟我們聊天 然後跟這個科B拍照跟我合照 他就跟我講說小四我跟你講喔 我在你們這邊買車 我絕對不會煩你 開出去之後喔 皮帶斷掉我絕對自己處理不找你 然後我就直接跟他說 阿哥你這樣不對 我說喔第一 我們現在就是在 顛覆二手車的市場的一個 肉席 你來找我買 就是為了要售後服務 今天無論你是在我門口 把皮帶斷 不要說皮帶斷 你就像你回雲林開兩個月 皮帶斷掉 你都要告訴我 我還直接跟他講 他嚇得到 我說我最討你這種人 我說喔 你這種客人啊 我賣你 你出去 好或壞 你都不會回來跟我講 那我賣你幹嘛 我賣車 薄利多銷 我就不外乎 為了多交一個朋友 對不對 阿像你這種 你買回去 阿就不插小我 所有事情都不煩我 我反而覺得很討厭 覺得在我把這麼好的東西交給你 是浪費的 我只換到微博利論迴 直接要得開完啦 沒有 問題是我還失去一個朋友 沒有意義嘛 就算你在雲林 我雲林會幫你安排我們的保修廠嘛 第一個 錢的問題 你不用擔心 我們應該付的 我們就會幫你處理 那第二個 感覺的問題 無論這個錢是你付還我付 今天 你遠在雲林 我在台北 跟我買的車 我還幫你安排當地的修配廠 讓你方便去修復 還不會被人家供盤子 那有什麼不好 我說現在喔 這個台灣人奴性不要這麼重 不要覺得說好像什麼東西都是應該的 CT200S15年跑8萬公里 我覺得跑太多了耶 除非你要買很便宜啊 其實齁 我現在的經驗就是 你跑8萬多公里 你底盤的一些耗材 像我們現在那台 一、二年的 跑出頭腕嘛 也在檢查一些底盤的東西 而且啊 你8萬公里距離這個 電池要換的那個距離有點近 一般像這種油電車 大電池的壽命 我的經驗大概平均在12、15萬公里 可能有機會 會換到 8萬公里買一台15年的車 如果不夠便宜的話 距離12萬已經 危險期有點近了 推薦的二手修理車 有啊 看多少錢的啊 你找我我一定都是大牌系量的啦 小牌系量的CP值不夠 CVT變速箱有哪一種比較耐用嗎 印象當中啊 還沒有遇過災情的 坦白說 只有 也有可能是我賣的不夠多啦 Toyota的CPT的災情我還沒有遇過 我記得 Tiena VQ35夠屌了吧 對不對 220匹調校到298匹這個range 配一個CPT變速箱 哇靠 他整個都鳥掉了 我這個人是寧願傳統四速 不要說五速、六速 四速都不要緊 那你像Suzuki的CPT其實我也有遇過問題 你上的更不用講 SUBARU5我不能講 因為SUBARU5樣本數太少 所以我不好意思說 RX350喔 其實我跟你講啊 我昨天開RX350去露營 其實我們在那邊聊天 其實大家車評喔 每個都其實 也不是說不願意承認啦 礙於身分嘛 對不對 我們不能在螢光幕前面只講某一款車 可是的確喔 你站在某一個角度啊 其實Lazos的車是可以買的 那個角度是什麼 我相信不用多講 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對車沒有那麼有熱情的人 車對你來講可能需要的是妥善率高 然後隔音不錯 舒服、好照顧 開起來像船一樣沒有關係 轉彎也不用很快的轉彎 稍微會傾、會軟一下 無所謂 它是一台好車啦 可是你要說它有什麼通病 通常像這個06年左右的Lazos 或者是這個Camry 當時啦 還有一些ES、LS 都會有一個問題 它那一批的內裝用的塑料 有栽情啦 可是它那個中控台啊 所有那個門板啊 都會有點像環保漆一樣 年年的拖漆軟化 可是你如果說像柯P有沒有 有跟大家傳教 教大家環保漆怎麼用 那就算了 還可以翻對不對 我告訴你 它那個中控台都整個裂開的 就算叫柯P來 真的也沒有辦法 甚至我們去問過很多外面 專業翻新的廠家 很多其實不是很貴 就是很不願意做 要不然它就是跟你講說 這個做好也不會完全 要花很多錢去整修 有時候修起來啊 比其他的通病都還要貴啊 10.5代 阿提斯2.0會有什麼通病嗎 沒有 如果阿提斯還有通病 真的不知道還有什麼車沒有病 GST 我跟你講這種老車就是這樣 可是GST其實問題 都實在還蠻多 不過不管啦 我覺得買這樣有年紀的車子 為什麼車價會從7萬到20萬都 我常在跟大家講 大家說阿你車一台收 三萬五萬回來 阿賣十幾萬 這是我最常遇到的問題 簡單講啦 大家現在看到我在我的賣場賣的車 只要大概在十五萬八 十六萬八這種開價 那個通常買回來 價格都不超過十萬 阿因為舊換新的問題 你要買低於五萬 機率也不大了 基本上我們現在的二手車買進來 五萬是一個基本行業 而且有客人跟你講說 欸政府是補助五萬喔 我車拿去報廢還有幾千塊 所以是五萬多塊 所以喔 買到五萬還算賺到喔 通常都是五萬多塊喔 那五萬多塊喔 我幫他隨便講 四個輪胎好不好 就差不多一萬了 對不對 我講一個有底殼肉有 避震器兩支 碟盤兩個 董仔壁 水管那些有的沒的 隨便花商五萬 兩兩 考運不用考整台考半台 兩萬塊 那個真的隨便整理一下 都報表 Lancer跟03年Virage 1.8 比較推薦哪一台 當然其實沒有差了 你如果沒整理的 也不用超過十萬塊 那當然你如果要來代步的話 車況好 其實1.6 1.8都OK啦 CLA 220 柴油車好嗎 6到7年 洪居我不會去買賓士的柴油車 除非是商用車 以前啦 我曾經看過喔 我前面一台 它是E-Class的 我忘記多少CC數柴油車 然後林口坡剛好要上坡 它油門補下去有沒有 後面一陣煙 砰出來了 你不用煮在那裡噴煙 那你就不用煮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那個不是不好 那是感覺問題 貴店的7-7有吃雞油的問題嗎 一定有的啊 它7-7沒有吃雞油的問題 我不相信一定有 你自己要開的話 當然是FIT最好 但你如果是 真的就是省到底 你一定是用Yaris或是Vios 會比較划算啊 二手Golf是不是真的要賭運氣 沒有啦 看人品啦 買二手Golf看人品 然後當然主要是看 那個人家給你的這個 車況好不好 我不是說我賣的Golf都很好 我是說我們相對性的 有做一些檢查跟評估啊 我們也只敢說 這個風險是降低的 我不會跟我任何客戶說 你跟我買Golf都不會有問題 0809K12多少可以買到三十幾萬吧 三十幾萬買的到嗎 應該買的到啦 0809三十幾萬 月宏說歐系 7人座SUV保值嗎 不保值 我現在在觀察那個Codec 我在觀察看它會不會成為 新一代的歐洲的休旅車的 還不錯的車子這樣 02瑞斯 06Lingr哪一台比較推薦 我的話會買瑞斯 因為瑞斯零件車是便宜到扣吧 靠別 預算30萬 7人座休旅車 5人座休旅車 推薦 Outlander Scap CRV買得到 不過CRV大概07年吧 08年吧 Outlander應該可以買到 10年 11年去 然後7人座比較少啦 30萬7人座買什麼 你只能買到MPV 買到Pravia 應該買不到30萬 如果預算30萬7人座休旅車 我會買FX35 或者是說RX330 S系列的外型這次怎麼樣 我跟你講啊 賓士的車都是這樣 一定是越做越屌的啊 上禮拜天去逛街 它在外展 在外面放一台 在那個灰秀放一台 我也覺得媽媽這啊 我好像改一下燈 改一下內裝什麼 比我那台車帥這麼多 滾動馬六汽油的評語 夜宣我講實在話 馬六新款的 我一台都沒賣過 你信不信 馬自達齁 不要說有幾款車 我沒賣過 馬自達比如說CX9 CX5 馬六四門五門 我通通沒有賣過 那這個會有幾個情形喔 第一個就是 我自己對這個車可能 不喜歡 其實我以前不賣修旅車 很多人都是說 小事你不賣 我是最近這一年 修旅車才變多 我希望我賣的車是一個 能夠幫助生活的東西 那我的認知修旅車 跟一些中大型房車 在我的認知當中 它是奢侈品 我自己感覺啦 但市場不是我在定義 你不可能說我出社會 我就要買一台 2500cc的 3000cc的 很難啦 我希望賣那種 小型有沒有 我都很多國產的 然後中小型的 然後我覺得好照顧 那為什麼我會賣一些 大牌企量 大牌企量是因為說 它很便宜啊 對不對 它雖然是奢侈品 可是它便宜到一個 後八的境界 修到靠北有沒有 台語的 台語的這個奧妙之處 便宜怎麼講 修 然後再更便宜一點怎麼講 修修 對不對 你如果在南部一點 修修欸 如果很便宜很便宜 修到靠北有沒有 這個是可以用形容詞 可以這樣子來做一個 表達的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 當我對於比如說 馬六我覺得說 阿咬我不喜歡 所以每一次 當人家來估車的時候 我報價就不會太高 啊我報價不會太高的時候 我就買不到 可是喔你說有好有壞喔 我覺得好處就是 當那些 CX5啊 柴油馬六 在出事的時候 像我也不太愛賣柴油車 就這樣 有沒有我記得 好像前幾天才去抗議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很慶幸說 喔好險我沒有賣過這個車 啊萬一沒有遇到 我不是很倒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馬六 我講了那麼多 只是為了人家講 我沒有辦法跟你講馬六好不好 因為我真的沒賣過 柴油車不好的原因是什麼 我認為柴油車是一個過度的產品 它終將被淘汰 為什麼 因為有環保議題嘛 有能源議題 所以大家開始做柴油車嘛 打著環保的議題賣的車 可是卻 我卻沒有比較環保 無論對於你的荷包來講 對於空氣污染來講 我覺得並沒有比較環保 特斯拉我沒有 我還沒有估過 如果有估過我會拍一集好不好 吃雞油問題有辦法修到好嗎 當然一定有辦法修到好 只是說有沒有必要 吃雞油這個事情 要不要修 取決於什麼 第一個 吃的多大 跟肉油一樣 你假設我們今天 我們買了一台 十萬塊的老車回 那稍微底盤有在剩油 也許在一次保養 到下一次五千公里保養之間 大概少一罐 基本上如果是我的話 這樣的狀況 我不會去處理 因為那台車殘子已經剩下十萬 那如果撇除掉這個稍微 有每一次保養會少掉一罐 吃不管是吃的還是肉 他就是少了一罐 那車剩十萬 我為了修這個吃雞油 修這個肉油 我要再花三萬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划算的事情 所以要看說 你希望這台車帶給你 什麼樣的幫助 那第二個是 這台車剩下多少錢 好不好 不是說吃雞油的車就不能買 吃大吃小 一年替達有什麼需要注意 一年替達很棒的車 不用注意啊 一年替達我目前遇到 坦白說也都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耗材 替達普通程度而言 算是還不錯 蠻穩定的那台代步車 也沒有修過什麼太大條的東西 我記得沒錯的話 它是電子方向機 那電子方向機 要注意一下馬達夠不夠力這樣 還有那個機柱有沒有間隙 基本上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預算四十萬可以買到幾年的Feed 一四年 四十萬剛好有點尷尬 它介於新舊款都有機會 我會選哪一台 我會選雅哥 自達五中古車跑二十萬還能買嗎 這個問題喔 我知道文中說的應該是我那一台 我那一台是客戶跟我們換車的 跑二十三萬公里 二零八年 其實我還不知道公里數 我當下看到整個車況的時候 我以為它大概十來萬公里而已 後來這個是柯P的客戶 然後柯P跟我講說 欸這台車跑二十三萬 我說哇 這我們還要賣嗎 那我本來想要丟到這個拍賣場 把它拍賣掉 我說柯P你覺得咧 他認為這個車主照顧得很好 簡單的講 他覺得前車主有在顧車 那我就說好吧 那就留下來賣吧 賣個一個禮拜 反正我也便宜賣 二十幾萬的馬自達五七人做的 你自己去市場找你也找不到 有天窗的黑色的 就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那看有沒有人有需要 你說能不能買打著我的招牌 我們一定要有相當程度的信心 我才把它推出來賣 中古的FIT 中古FIT我覺得比較多問題就是 撞過跟改裝 FIT的車頭比較短 通常撞到通常都蠻大力蠻嚴重 所以你中古的FIT 你要注意一些碰撞的東西 還不要有改裝好不好 基本上HONDA的這幾年的HONDA還不錯 GROUND推薦嗎 我我不會推薦啊 但是你如果想買的話 車況好也可以買 為什麼 因為一二年的GROUND一定很便宜 那車價一定也是俗到扣8 328cp值如何有啥通病嗎 沒有啊 那個BMW沒什麼通病啊 就是大概開個3萬公里以上 就可能就要開始慢慢想辦法面對漏油的問題 重考器的地方其實整個是什麼問題 當初打底的時候沒有打好 它的水分補土的水分還沒有完全的 讓它蒸發乾以後 它就把漆噴上去了 然後它的水氣 有沒有想要出來 出不來 嘰嘰嘰嘰 就冒痘痘 10年FORTIS跑6萬8大家可以賣多少 15到20幾都可能 看等級 FORTIS X-Type 3.0試傳的好嗎 阿SOKA 阿SOKA CHAIN 你是知道我開這個車嗎 當然好啊 我現在開這個啊 X-Type 3.0試傳 我就正在開ING 看好油電 看好啊 目前的油電系統 我只看好TOYOTA的系統而已 其他車廠不是說不好 我覺得他們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下去修改 進步 那因為TOYOTA是真的很早很早 以台灣市場來講 2003年的時候 它就開始在做這個油電 然後一直在try嘛 對不對 那前面的白老鼠來買 我就一直試看什麼問題 一直改一直修一直改 Fiesta跟SCO哪才好呢 保值喔 如果以台灣的狀況來說 小車還是比較有機會保 但是目前看起來 Fiesta跟SCO的保值率是差不多的 以1.0渦輪的Fiesta來講的話 未來有可能還是小車比較保值 10年4WD的Outlander 多少可以入手 25萬左右 限價有些車蠻準 這個限價這個東西是這樣 很多人試圖什麼 ABCDEFG啊 還是什麼有的沒有的 試圖在這個網路上面去 好像讓你去輸入你的車 可以查到剩多少錢 我還是要講 它有機會準 就算它現在準 它也很快就不準 因為車子的行情價格 幾乎是每天 每兩天 每三天 每五天都在更新 它真的就是依照市場的波動 會一直在修正 這個車的價格 再來第二個 它變數太多 你要簡單的講一個行情 你不用上去什麼CARP 你直接問我就好 我每天都可以跟你講 25到30萬 15到20萬 35到40萬 但是問題是 它不代表你車子真正的行情 而且喔 你今天估跟你三天後 開來賣價格可能又不一樣 估過1.5KUGA嗎 1年5KUGA我估過啊 我看 我算是估那個什麼 2016年50幾萬啊 代數時轉速會飄大概是什麼問題 空氣流浪器啊 解氣門啊 代數馬達啊 髒啊 壞掉啦 GG啦 12年的TIDA開20萬公里 我還收車不會收 Lasers GS300 四元燈有什麼通病 哇那問題其實蠻多的耶 那一代GS我有開過 那因為老啦 也不是說它車很爛啊 就是其他零件蠻貴的喔 你要買Lasers中舞車 當然依照這個前車主使用里程狀況等等 不管 反正你買好幾年的中舞車 10年8年15年 Lasers中舞車 回來通常花最多的錢是在底盤 它可能引擎變速箱不太會有問題 引擎會有漏油的問題 但是那個底盤喔 那花起來會死人 因為它很多是多連桿設計 多連桿就是什麼 就是很多根桿子連在一起 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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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後一根花你個八百一千 一千五 你看有人說煞車總棒必掛 都是底盤的東西啊好不好 有改裝 欸我跟你講喔 改裝還要看喔 有人說我改一個雨刷頂高氣啊 安全帶護套啊 這個椅墊有珠珠啊 那個不叫改裝好不好 改裝還要看水準 看狀況的 像我今天去購一台這個 手牌的Fiesta 屌了吧 11年手牌的 看起來正常正常 一掀開靠腰裡面 長一顆蝸牛 改渦輪的 手牌渦輪的 好不好 City推薦嗎 City推薦啊 City很棒啊 醜了點而已啊 喔那很主觀喔 不要City的車主來泡路 我覺得那個City就很像一台雅歌 然後你把它縮成像City這麼小 怎麼看怎麼怪 警紅 K11 K13 K11 K13 K11 K13推薦哪一台 當然K13啊 越新越好啊 女朋友也是越年輕越好 不是嗎 購福維修保養貴嗎 貴啊 像我昨天去露營啊 主持人就問我說 B&W很會漏油 問題很多 啊你們為什麼都那麼喜歡開B&W 我就說齁 這東西就是這樣 以前啊我有一個好朋友啊 一個男的 交了一個女朋友 女朋友背著他偷偷來跟別人在約會 被他抓到 而且求的是什麼 對方還跟他開同樣的車 當然身為他的好朋友 你明明就 聽他講 他朋友每次都跟你抱怨說 喔那個女的啊 很會花錢 叫我帶他去歐洲玩 帶他去吃什麼餐廳 最後你又聽到他在那邊說 他又跟別人 偷偷背著你 又跟別人去約會什麼 有時候打電話找不到 那你心裡想說 幹他這個人 女的媽那麼不講道義 你還跟他在一起 對不對 分一分啊 我跟你講他也愛得要死 他也不要 可是齁 他可能是因為我太忙 沒時間陪他 還幫他著想喔 他那天齁 他可能應該不是跟別的男人約會 他只是說齁 跟同事去吃個飯 有可能是這樣啊 有沒有 有沒有遇過 後來想想齁 其實這跟管缸很多人問啊 說欸 MINI好不好養 GOV好不好養 BNW好不好養 不好養 為什麼還那麼多人在養 對不對 為什麼還那麼多人在開 啊這些開MINI的 開福斯的 VDN的都白癡 都是有錢人 沒有嘛 哪那麼多有錢人 為什麼他們都在開這些車 因為 我們愛 沒有啦 這是其中一點啦 欸也許 人家在你沒有看到的時候 有什麼特殊的技能 可以讓你這個 絕頂升天 愈先愈愈食 技巧特別好 人家有可能 因為我們聽到 朋友來抱怨 都是說喔 那個女的 叫我帶她去歐洲 喔跟她去法國 又花了幾十萬 我們只會聽到這些東西嘛 那你愛的要死 啊叫你蹴你又不蹴 為什麼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 人是感性的 也許他有感情 也許他有愛 別的優點我們看不到的 不是任何東西 你都可以用金錢下去橫揚 這包括車子我覺得是一樣的 19年4月 Focus MK4 STLINE灰色 好6000 目前收購價約多少 我覺得這個收購價可能會在70多萬 11年Focus 5D 2.0S的話大概20X萬 網路車商代表汽車有什麼看法喔 來講到一個代表汽車這件事情齁 基本上我不太支持代表車 如果今天我要做代表車的行業 我應該會很忙 接不完case 可是我認為齁 代表車是一種我覺得很不好的一個銷售表現 怎麼說 我幫你去買一個東西回來 然後我賺服務費賣給你 我不負擔這個後面的問題 那因為小吃我在一個鼓吹的一個是說 我們現在在買賣二手車 在買的是我們的專業 所謂我們的專業就是 除了事前的車體結構狀況的檢查以外 我整理完了 以後我給你還有售後的服務 然後我來賺這個錢 我賺的是這個 你整個一個服務的費用 就例如賣保險好了 現在大家都會買一些什麼售險啊 什麼險什麼險 真的我自己在買保險的經驗啦 收錢的時候最積極啦 好一點的逢年過節 也不過寄個什麼年曆啦 賀年卡給你啦 那不是你小小問的啦 你如果真的事情發生 你要出個什麼險 好一點的 他幫你 說你什麼單子給我 我幫你去申請什麼 啊爛一點的 就跟你講 你就準備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去跟公司申請就好 一樣一個買保險 卻有不一樣的服務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不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認為買二手車 你的目標不是只有買便宜而已 你要買的是一個車礦啊 甚至你要買的是售後服 當然你說我很強 我誰誰誰在修車的 問題是那你叫你 你那個誰誰誰 去幫你找一台車就好 好的服務跟不好的服務 跟買新車一樣啊 你去買新車啦 現在大家都殺到見骨啦 然後你在外面 你開了新車很開心 因為你買很便宜 你把業務殺到見骨 你有一天你跟人家發生碰撞 我不會處理他的業務 欸我現在農到要怎麼辦 喔啊你比較有什麼東西啊 啊車怎麼辦 你就拖到我們服務場 他才不理你耶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新車的業務 我是在賣新車的業務的話 客戶撞到我人就到現場 我們比較Local嘛 我們就是覺得說 人與人就是見面 無論齁 你去了 能夠幫到他什麼 但是他看到你 他心就安穩 他不會緊張 他可能第一次跟人家撞到啊 對不對 買賣不是單純只有錢 那在第二個代表的事情是這樣 我在兩年前 我還在就點的時候 那時候 我在這個拍廠 我買到1.0的Fiesta 很新一兩年原廠保護中的車子 里程數也很低 我忘記兩萬三萬公里 反正大家也知道 我如果去買這種一兩年保護期內的車 里程都不知道哪裡去 好啊 欸車弄弄弄沒問題啊 檢查看都沒問題 我就賣掉了 賣到不知道台中還哪裡去 好現在問題來了 兩年了喔 上個禮拜客戶打來說 表示那個原廠說我們的引擎 說我的引擎壞掉了 那OK啊 我跟你講他的車還在保固當中 他在這 他買回去這兩年中間 他還在家買了一次延長保固 就是說他這引擎還在保固當中 可是他現在引擎壞掉 有一缸喔會一直 那個火星車會一直沾到油 然後客戶就回來 他就說原廠不幫他保固 我現在要講的是拍賣 有可能你會遇到的 沒有辦法預期的狀況 可是我覺得這個客戶朋友 他唯一我覺得 沒做正確的一點是 他已經在原廠引擎都拆開了 然後才來找我 那我說實在的 兩年我的保固應該也過了 第二個是你已經拆開了 你才來找我 好OK沒有關係 他說原廠不給他保固的原因是說 原廠說你這個引擎 之前有改裝過 這句話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你看喔 我當初買回來的時候是好的 那如果是一台有改裝過改回來的車子 那我變成求助無門嘛 因為我也是去拍賣場買回來的啊 結果我過了兩年引擎壞掉了 我才發現如果我是買家的話 我才發現原來是因為之前有改裝過 那我能找這個拍賣場嗎 不行 第二個 你說我引擎改裝過所以不保固對不對 當初我在跟你加延長保固 給你付錢給你說我要延長保固的時候 你怎麼不告訴我我引擎改過 你為什麼還收我的錢 他說原廠的電腦裡面有記錄說 這個引擎之前有改裝過 然後所以現在不給你保固 那我當初我延長客人在延長保固 都還付了錢 跟你延長保固的時數跟里程數 我付錢給你的時候 你怎麼不跟我講 欸先生不好意思喔 我們電腦有助記你這個引擎之前有改裝過 所以這次延長保固我不能跟你收錢 你那時候為什麼還跟人家收錢 那你這條錢要不要退給我 我現在跟大家講也帶到在前面的一個問題 二手車你不是只有買便宜 那車主來找我幫忙了嗎 那我怎麼辦 他說可以修 修的話大概五六萬塊 可是車主怕說修了以後沒修好 今天如果要小獅負責 小獅是OK沒有問題 所謂的保固你要讓我來處理啊 而不是說你已經在別的地方已經拆開了 才回來叫我保固那也不對啊 就算是你要請小獅來幫你保固 也應該是要由我來安排 你就說欸小獅因為我覺得 你們如果在外廠修我有疑慮啊 那就算我要送回原廠也是我來送啊 對不對 沒有我現在不是在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 我不是在講這個車主 因為這個車主到最後我們處理得很好 也沒有任何的不悅 車主也是一個很很好的車主 當然我們也是很好的車商 我講實在的 因為沒有人會理他 其他車好我敢跟你保證沒有人要理他 我認為說這個車竟然從我們這邊出來 那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就不管你買多久 我常跟我消費者講一句話 你車出去了 就算你轉手給你朋友 車賣給你 然後那個車主回去又開了一兩年 又賣給他朋友 他朋友車有問題回來找我 我還是幫他 然後他說哇小獅啊為什麼你還理我 我說這台車就從我這邊出來 我管你車主是誰 你有問題回來 我還是幫你用便宜的價格修 因為這台車就是我這邊出來 好啦 反正喔拆開到最後 車主我們協調 他說他覺得換一個新的 他比較安心 新的要12萬 那最後這個結案就是我們 6萬 車主6萬 我覺得有一些大家調整一下 畢竟他也開了兩年了 我講實在的 這個原廠也不理你 我欲哭無淚 因為你已經拆開了 我也沒辦法去協調了 要不然正常來講 我一定是直接去跟他盧 至少第一個你保固錢還我 第二個你告訴我哪裡有改裝 我怎麼能接受 所以我常講 錢能解決都小事了 沒有錢才是大事 那我在拍賣上面到吃到虧 也不是一次兩次而已 很多嘛 因為不管是代表業者也好 還是我們自己在拍賣上面飆車進車也好 我們都是用一個 他他們的標準寫出來的表格 跟他們拍給我們的照片 然後來斷定我要買多少錢 就車就是要開才知道問題 我遇過很多嘛 有些問題就是 你可能要時速開到90以上才會出現啊 有些問題就是 你可能要塞車才會遇到啊 有些問題你可能要爬山才會遇到啊 有些問題你可能要爬山才會遇到 我還遇過有的問題是 只有下坡才會出現 平常開都沒事 他就是在下坡的某一個坡度 斜率的時候 輪速感知器有問題 然後OD燈就閃閃閃 然後閃完他就熄掉了 然後平地再怎麼開都沒有問題 連這種媽鳥東西我都遇過 那你一般車主都說 這沒問題沒問題 我們今天是因為我們下坡四道 我們去把它弄 換你的車買回去五年永遠都有這個問題 你沒有下過坡你都不曉得 一次去加樂福下坡的時候再閃燈 欸閃完了好像沒怎樣就算了 跟大家分享啦 你買有時候買二手的東西 跟你買古董的東西 不是說便宜就是好的 有時候價格很重要 我知道大家賺錢很辛苦 但是呢 有時候你會 你買的時候你覺得買很便宜 可是你忽略到後面的一些 衍生的成本風險等等的這些事情 你會忽略掉 那會反而讓你花更多錢 就算沒有花更多錢 可能也會花你更多時間 第三年鐵灰色的SX4 應該在25萬到30萬之間 有30幾嗎 30幾就要看狀況 熊霸子場內有旅行車嗎 比較少 好啦大家晚安啦 下次見啦 掰掰啦 Goodbye 大家晚安